各位市民 今日整日在金中一带 大家都见到令人痛心的场面 这些破坏社会安宁 罔顾法纪的暴动行为 是任何文明 法治社会都不能容忍的 很清晰 这些已经不是和平集会 而是公然有组织地发动暴动 也不可能是爱护香港的行为 今早有人不顾市民安危 占据和堵塞马路 痰瘟交通 严重影响社会运作 从下午开始 更加有人多次冲击警方防线 做出危险 甚至可致命的行为 包括放火 利用削尖的铁肢 钉砖攻击警察 破坏附近的公共设施 令到一般市民 令到原本想和平表达意见的年轻人 令到记者、传媒、警察、公务员同事的安危 受到严重威胁 我们必须强烈谴责 我明白这次政府修例 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政反意见 政府已经多次积极回应和解释 事实放在眼前 自回归以来 每当涉及中央和特区 内地和香港的议题 都会被部分人士挑起矛盾和纷争 面对这些矛盾和纷争 激烈的对抗 绝对不是解决的方法 请大家静心想一想 这些骚乱的场面 近年已经不是第一次 香港是一个自由 开放 多元的社会 对任何事都会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无论是赞成 或者是反对 表达意见的方式都有底线 如果用激进暴力的手段 就可以达到目的 这些场面 只会越演越烈 肯定对香港 带来伤害 我希望社会尽快回复秩序 更加不希望 再有任何人在暴动中受伤 我在这里呼吁 所有热爱这个地方的市民大众 远离暴力 我深信 香港这个文明社会 仍然可以用平和 理性 守法的方式 为香港的整体利益 解决任何问题 不公开 优优独播剧院 收入联系 进行 入联系 感谢观看